美国的研究报告指出 声音现象加重了东南亚国家的埋害状况 而高温大雨也让并没完资深的速度越来越快 疫情是迅速扩散 台湾的登革热疫情是突破了2万例 在东南亚国家也拉紧爆 而巴西今年更是有将近700人因此丧命 正业上人呼吁人人要防疫 用善念破潜灾 印尼农民焚烧耕地引发森林大火 而今年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干季延长 灵火迟迟无法扑灭 更造成严重的埋害 目前已经持续了两个月 而埋害更扩散到邻近国家 人民生活因此大受影响 这都是我们人类以小乾坤 以大乾坤之中 先是小乾坤的这种人生生活的方式 贪婪的方式等等 开山天海等等 都会一一从自然界的破坏 全球普遍高温 灯格热疫情快速蔓延 而在东南亚高温加上雨季 目前已在印尼 马来西亚 越南等地 造成将近五万人感染 此季志工也在各地宣导 和启动灯格热防疫工作 防堵并没闻继续滋长 假如人人就是要好好 把这个卫星照顾好 那环保要重视 环保要人人动手 要人人就要重视 让这个整个环境 让它干又清净 不要有这样的 让它潮湿或者是 在这样的气候里 就会容易蚊子 滋生起来 小小的蚊子造成全球性的病害 唯有人人顾好卫生 用心建立干净的居家环境 才能平安度过这次危机 达爱新闻杨洁庭 温国家华联报道 新闻 销 销 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